一人在荒岛上生活了近30年,堪称现代版《鲁宾逊漂流记》,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,日本一名82岁老人公本长期Mosaluminata Saki孤身一人在荒岛上生活了近30年, 如今,它被政府部门强行带回文明社会,公本长期从1989年到达日本冲绳县西南部,一个名为索托巴那里索托巴那里的荒岛上,这个岛是日本少数无人居住的地方之一,据当地人说,即使是渔民也很少到这里,赤身裸体,没有食物,没有电话,没有打火机,没有饮用水,公本长期一个人对抗台风和蚊虫, 直到2012年公本长期才被一名旅行者发现,因为衣服被台风吹走,公本长期也被称为裸体饮食。